My BMW App可以让你看到自己车辆的状态及遥控车上部分功能 你可以在Google Play Store或者Apple App Store下载这个应用程式 如果你是登记车主 首次使用My BMW App的时候 需要于登入页面按忘记密码去设定登入密码 输入登记车主的电话号码之后 就可以进行重置密码 这个电话号码和密码就会成为你专属的BMW ID 使用你的BMW ID登入之后 需要建立一个四位数字识别码 成功登入之后就可以看到自己的车辆资讯 透过My BMW App可以看到车辆的剩余可行驶里程及剩余电量 按一下车辆图案就可以查看车辆状态 包括车门与车窗 动态侦测器信息 及保养服务 当主页画面显示All Good字样 代表车辆状态一切正常 并已将门窗锁上 当电动车进行充电时 主页画面就会实时更新电量资讯 及显示预计完成充电时间 应用程式里面亦都有五项遥控功能 包括上锁、解锁、闪动头灯、响号及启动空调系统 此外你亦可以查看车辆位置 如车辆配备Parking Assistant Plus的360度镜头功能 你就可以使用远端摄影机功能 拍摄360度3D照片 以看到车辆周边状况 为了确保卖BMW App功能可以运作 你需要在车上的资料保护设定中 启动所有功能 这样便可允许卖BMW App 全材车辆资讯